其实应该说我们去学习人家对的地方保养身体 接受正统的医疗 原来不论你怎么样的治疗过程或者是现在的情况 你都有适合你怎么样去保养身体的方法 尤其是在运动的这个区块 以复健来讲我们会比较提醒你该怎么运动 所以呢运动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们甚至在医院还没接受开刀治疗 已经被诊断癌症的病人就开始他鼓励他该运动了 原来体重的维持是很重要的 当你体重一直掉或者是一直累积或者是过胖 其实对你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我们都知道我最近有一个病友接受我治疗 结果我就把他身上都是水 他接受治疗两个月 他这一阵子以来都瘦不下来 结果接受治疗之后把他的循环代谢做好了 他两个月瘦了七公斤 超开心的 那他有很认真去做很多运动吗 还好也没有做很剧烈的有氧运动 原来他这七公斤有很多是水 原来身上过重 在这个阶段不见得是脂肪的囤积 有很多是你水没有排出去 是跟你的循环系统 淋巴系统有相关 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的体重过低 是你的肌肉蛋白流失太快了 过高有可能有一些脂肪的囤积 以及你的水排不掉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开始运动 他都可以增加我们这些好处 甚至当你体重减轻了 或者是身体轻松了 你的焦虑感跟沮丧感都会好很多 另外各位有听过自由基吧 现在的很多治疗都在讲自由基 尤其是癌症 确实了 到底是什么是自由基 自由基当然是人体排出来一些废物 轻氧的一个因子 没有办法完全排在我们身体上 这个自由基理论上也是癌症细胞最喜欢的 养分 它会在你身体上作怪 跟这些自由基的清除代谢有关 那自由基的代谢 一样我们最推崇的还是运动 你要正确的运动 适当的运动 可以代谢掉这些不好的自由基 这就是运动在还没开到之前 其实就可以想一想 我要怎么运动 去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 防止DNA的迫害 这个都是文献上告诉我们的 那第二个我也要强调 我现在手上有很多还在化疗的患者 甚至放射线治疗的患者 我们鼓励他正确的运动 鼓励他适当的复健 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他的并发症会比较少 我们都知道化疗药物会有很多后遗症 对不对 包括刚刚陈医师修出来 有脚过敏的或者长疹直的现象 其实都跟他身体的负担 他的功能 器官的功能都下降 免疫系统都下降 所以还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所有患者 也应该适当的运动 它是有助于我们的完成 我们的化疗的治疗 我们的药物的治疗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是等你治疗完才要运动 那当然 手术后的恢复的计划 就要看你的破坏的情况 包括你的伤口 还有你的能力去增加适当的运动量 这个都是需要被注意的 那么你身体的 是上证射的 那么是上证射的 谢谢大家